日前韩国女子组和FX队长宋倩来到湖南卫视录制了快乐大本营节目 人情是相当的火爆 在录制当天呢 宋倩也是接受了娱乐无地县的独家访问 分享了她在韩国工作和生活中一些三天苦辣 在电影IM中我们看到韩国艺人训练的艰苦 而已经在韩国打听了多年的宋倩 现在对于韩国的生活都已经适应了吗 一个人嘛 然后是外国人 当时去的时候 其实应该在电影里面也看到了 然后当时一开始学韩语的时候 就是都不会 然后发音也不对 然后语发也不对 然后我在说什么 我其实都不知道 都是别人交给我说 然后马上就忘记 从那时候然后一点一点的学习 然后到现在 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吧 话虽如此 一个女孩在国外打拼 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而这个时候宋倩会去找谁倾诉呢 倾诉对象 我一般比较就是自己去调整 就是比如说在外国嘛 然后跟家里人打电话说的话 爸爸妈妈又会担心 然后跟别人说 其实在韩国也没有几个人 就比如说 现在就是会说 Super Junior M的周密 然后会在韩国 最近在韩国比较多 所以就会聊天之类的 以前就是自己 吃东西来打发 如今宋倩在自己的微博上 经常会晒出一些自己下厨的成果照 而下厨也成为了宋倩在韩国为数不多的爱好 如果没有日程的话 就会中午啊 就会就是 看冰箱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的 然后就是做一点 就是自己想吃的 就是比较中国式的 也不能完全说中餐 就是比较中国式的 我自己的方式去做的一种菜吧 然后做完里面 然后吃完 很好吃的话 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